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啊他是可能是中国说您是这行可算鼻祖了 那现在生意做的还不小 他呀这个写了本书 他这个这个这个叫成人之美是吧 叫成人之美这么一本书 我翻了翻了 他不是说介绍什么性玩具 而是他的一些观念很有意思 这个以我可怜的一点经验来对照 我觉得他说的挺这个贴谱对头 但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权威媒体 我也必须指出他干这行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有人认为他是流氓 所以我今天不是为了请他讲他的行业 是因为我们话题的需要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 所以我这个小流氓啊 请他这个中流氓来聊一个真正的大流氓 我以为这第三个我就该是大流氓了 我们里边只有渣老就是正经人 我天就是骂我 为什么这大流氓判刑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法院已犯巨重淫乱罪 判处第一被告马瑶海 就南京一位大学的副教授 搞那个换偶的 战老师你知道吗 换偶的被抓了 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一年到两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其中14个人适用缓刑 其余三名被告人 因为什么自首啊 什么免疫刑事处罚 他们成了20年来 第一批因为聚重淫乱罪或实行的人 我为什么特意让他们打出来 这个给他们看看啊 我有我自己的一番这个感触 当然咱们说了 我们节目这个片子目不都讲了 就是说这个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吗 那我这个主持人言论呢 也不代表凤凰立场 代表李银河的立场 我是说这个事 为什么我们要看 你知道吗 我觉得啊 咱们活在今天有一个幸运 有机会啊 今天就现在进行时看到 让你有历史感 同时未来感 因为啊 我时程有八九成 我看到了 就是你看今天 一个很有可能是已经过时了的法律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被取消 所以呢 还得按法办事 而你又准准的知道 多少年之后 也许就在几十年之后 会有你们学者 拿这件事来举例子 说明那个年代 还有一些蒙昧和残酷 你说这个感觉 是不是很有意思 是非常的 练先生您才能感受 是这样啊 因为这次呢 在媒体 马耀海的这个换偶案呢 是更多的被报道成为 第二次教授换偶案 对大伙解读 能够从换偶的角度来解读 但是说 那么从这个之后判决下来呢 是以聚众淫乱 来判决 也就是说什么 第一点 关于换偶的问题 罪还是非罪 没有假 你觉得呢 不但非罪 而且要发扬 是吗 从判决来讲 没有假 没有涉体到 换偶的罪与非罪 就是说 他是有罪还是无罪 没有假 对 这个我就说 李迎合这意思是 就是什么 你看啊 你要懂法律的人 琢磨琢磨 这个案子里啊 你要判谁 是因为你伤害了谁 没有受害人 受害者在哪呢 等于是一个抽象的社会 是受害者 你聚众淫乱罪 侵犯了谁呢 好像这个社会的道德受到了侵害 这完全是一个虚的 他们彼此自愿 关起门来 是吧 带个女伴 交换啊 这个行为 当然你可以有人看不惯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个事很很有意思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呃 你法律是很明确的 道德可以多元化 法律是一元化的 对吗 那么也就是说 呃 咱们假设就说 这个东西受害人是谁 勉强可以说吧 是伤害了道德风俗 对吗 勉强 甭管说这个道德风俗 他站不站得住脚 咱就算他站得住脚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法律可以带道德 惩罚伤风败俗 是这意思吧 嗯 那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呢 我就有这个脑子里很多联想了 按这么说 陈冠希就该判刑 嗯 对吧 可是你不要忘记 当年法院 甭管你怎么说陈冠希 法院的裁决 可是陈冠希无罪 甚至是受害者 就在香港 是吧 香港啊 加拿大啊 他都无罪啊 这有的是泄露 他也是图照片的 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啊 呃 一个人你干了什么事 你伤害了我的道德风俗 我我看着陈先生没白活 我们都白活了吗 生气了 所以呢 那你看多少人骂他 这个勉强可以算是 就是说犯道德 那么道德惩罚 可是你要说是犯道德 法律判三年半 这个性质不一样了吧 当然就 我为什么说那是在香港 或者加拿大呢 就香港和加拿大 没有一种 我们大陆才有的一种动物 就是小脚针机队 或者叫做以前的所谓的 这个这个呃 有很多居委会的老太太的 比如说是扮演这种风计警察的 他会去告 刚才你说这个事情 这个教授患偶 对没有 没有受害者 但是有一个 肯定有一个告状的 因为呃 我现在发现就是说这个事情 好像很多细节 大家都不注意 你说是聚众淫乱 首先他是不是在一个公共场合 如果他在一个公共场合 可能是会被出犯法律 比如说你在一个光纤化 是这样有幼儿有什么等等 在一个公共应该你在做一个隐私的行为的时候 可能是会引起更多的人的不满的 首先他是在肯定是在一个私密场合 在酒店或者私人的宅子里面 那么这个事情侵犯了谁呢 一定是某个觉得连这个也不行 就触犯了他脑子里的这根道德的一个某个人 或者某些人 显然不是这个这里边都是不是都是自愿的吗 是 我是看他不太一样 是说第一点这个里边呢 又还是说法院判 判的其实就媒体在报道是以换偶案来报道 但是法院判的不是换偶案 或者退不长来说呢 比如说马瑶海和另外一个男人 各自呢有一个伴侣 他们交换了各自的领会到各自的家中 两个人关起门来去做 法院会不会判 那我相信可能是不一定会判 这个是代表换偶案 就是说我换偶但是不据众 您觉得据众这事不行 不是因为法律规定它是有据众嘛 有法律规定 或者换一步来讲 比如假如刚才陈冠希的那个案子来讲的话 在大陆会不会判 其实我也会觉得不一定 为什么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决定 但是刚好马瑶海是问题 他有不管他合理不合理 他有这一条 但是我看的就是就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细节都是模糊的呢 说是以据众淫乱判的罪 可是看到这个报道里面又说 比如马瑶海自己说我们都是一对一 说有22个人 牵涉了22个人 但是又说这个是前后多次活动 一共有22个人 他是有多人的 他是有多人的 但是在什么多少人数 是不是两个人算不算巨众 是吧 那四个人算不算呢 还是要到20个人就算巨众了呢 而且呢 辞定在哪 较真的话 法律是法律 道德是道德 对吧 法律是很明确的 你好比说判他三年半 那么咱就说他伤害了谁 我刚才说你勉强可以说 他伤害了社会的道德 风俗 OK 假设说这勉强可以算精神损害 让我们全国人民 你这么玩 让我们全国人民 都爽了 我们精神损害 可是你看精神损害该怎么赔偿 你好比像 最近你知道那个宋祖德吗 宋祖德的案子判下来了 宋祖德带着15万跑法院 向那个谢进导演的遗伤 什么什么大会 一个是道歉 十家媒体道歉 那个赔钱 对不起 我大嘴巴了 我伤害了这个谢进导演和您的这个声誉 那么我就觉得你看这个精神损害 他是这么判的 但是如果这个马耀海 这个是给我们全国人民造成了精神损害的话 那么这个三年半 还是说你也应该道歉 对不起 我换着玩了玩 全国人民让你们不爽 赔钱 13亿人民 哪怕一人赔一分钱 我们也赔不起 咱们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马耀海老师 现在可能不是老师了 是吧 他有个网名 你想他干他这行的就印象很深 你记得网名叫什么 羊火旺吗 羊火旺的 不只马尖人一个 就是你看啊 这个我看嘉老师注意婚姻家庭 他是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 对 好像对婚姻这事啊 有点干嘛 失望 对吧 而且那个他给自己解释理由嘛 我为什么去去这么出火 对吧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啊 就是他的树里也谈到一个婚内性的这个问题 老实讲啊 我就觉得就说咱们中国人呢 就是我当然同意你的观念 性不是脏的 对吧 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很大问题 我讲老实话 我所知道的 你知道现在很多中年夫妻啊 是没有性的 或者近乎没有性 对 你说这个事 我不知道 因为有个别朋友啊 他们也莫名其妙以为我是专家 其实你才是专家 问我说 我跟我这个老婆 老师 这个怎么怎么办 这对对头不对头 他自己也觉得 这个对头不对头 那么我就觉得 你看中国人啊 很多时候他选择了责任 可选择责任好啊 你要负责就负到底 夫妻之间的责任 你还得有亲热的责任呢 我这性要变成了责任 这是一个苦意了就变成 性怎么能成责任的 你知道就我听过一个 就好像是古巴的吧 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 这个夫妻俩啊 在结婚之前 他们在恋爱期间 就每做一次爱 就放一个一个红豆 在碗里边 结果呢 就是他们在结婚之前 比如两年 这个这碗里边 已经快放满了 就放了大半碗红豆了 然后结婚之后 有20年 这就每做一次爱 就拿出去一个红豆 结果这一辈子 这红豆都拿不出来 他他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当他性本身 其实是有很强的这种 就是要陌生感 所以你要 你做这个的肯定知道 为什么你要弄那么多 什么情趣啊 什么什么换内衣 这都是一种 就是说 用技术手段来产生一种新鲜 对吧 使得一个熟悉的性伴侣 变得新鲜 变得能够让你 像调剂一样 当这个夫妻变成 他必须的这件事 而且永远是 就是已经在手的猎物 他自然会有疲倦 我不太认同这一点 就是在于什么呢 你刚才所说的陌生感 是基于什么呢 性是欲望 欲望 对 因为只有在欲望的时候 你会有这个烈奇 烈焰新鲜 但是呢 性为什么会成为 就我会觉得说 那么性就是爱 因为包括印度的奥修写 那么说 人类最伟大的奥秘是爱 那么当爱通过身体来表达 它成为性 我觉得你接触过很多 你的这个顾客 其中有没有这种 就是都是已婚的 他们给你讲过点什么 让你感触的情况吗 有非常多 那有几个故事 一个是大概四十多岁 刚才跟文朝讲的 这个是说 无性夫妻这种情况 无性婚姻 他四十多岁 老公 对 老公也四十多岁 那么老公呢 其实已经不行了 但是女的呢 是说 我不想去 这个让老公没有 至孙 他就装作 我没有需要 那么他是悄悄的去满自卫器 满足自己的同时呢 不去伤害老公 他玩这玩意儿 还是背着老公的 对 很多中国的夫妻是这样 那么这个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也是 不对 怎么讲 因为表示什么呢 他假定他老公认为 自己的老婆获得性的满足 是不对的 他把他老公置于一个不义的地步 那么如果是作为老公 他假定如果他老公是爱他的话 那么所谓爱是说 好东西以爱人分享 他老公一定是希望他满足的 你以为他途径来满足 为什么不去用 你是这么看的 对 就绕了两道班了 但是我 我觉得这个性啊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性还跟情啊相连 对 你知道 但是这个情啊 我最近说一个事啊 就是这个季献林的儿子 你听说了吗 这个季成写了一本书 讲我的父亲季献林 我首先说 他这个书现在有争议 比较老派的人士啊 就骂他 说你这个要为尊者会 你怎么这么说你爸爸呢 对吧 他那意思就是说 就是在你们眼里是什么国学大师 可是我感觉到的是 我爸爸在家庭里 很多时候冷弱冰霜 对我妈妈 对我 对吧 那么 但是心态的观点认为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季献林是什么著名学者 你的这个印象里还包含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只能说你这种 是一种粉丝偶像崇拜的 这种幻觉的这个状态 而且假如是把季献林你要当个人物的话 那么将来研究他的人只会嫌资料少 不会嫌资料多的 就是我我倒不管这个了 我就管一个什么呢 他在这个书里讲到一个选择 这当然是众所周知 咱也不算金人殷私啊 就说这个季献林当年在德国 他有一个所谓旧式婚姻 对吧 他不满意 他说我跟你妈没感情 那么他在德国有一个女孩子 爱上他 最后他的选择是回到这个老的婚姻去 回国 他说我有两个家 国家和我的这个中国之家 最后呢 这个德国这个女孩子终生未嫁 可是他妈妈又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你知道我 我有一个感觉 就比如说这个季献林在北京 那么他妈妈原来这个老家呀 就是他就是他的老婆了 一直在山东 很久啊 他不把他老婆接到北京来 以至于他儿女们拼命想撮合 说您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啊 然后他就硬帮帮说一句 我跟你妈没感情 然后到最后接来之后 这是继承书里写的了 北大很高兴啊 说哎呀这个这个 这个家属接来了 还特意给他买了一个 那个年代还挺贵的吧 大概双人的弹簧床 大大大大床 结果说季老一回来一看 就是说呃不行 我我我得一个人睡 我都我我我要 要不我睡不着 所以到最后一直就两个单人床 他的妈妈就是季献林的夫人 一直睡在客厅里 老太太你说活到 我对你这个故事的反应哈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把一个悲剧 比如说一个爱情或婚姻的悲剧 很容易就归结到一个制度 或者一个时代上面去把一个个案放大成一个时代的悲剧 可是在同一个时代里你要想见有无数的选择 比如说我就说呃鲁迅可能就是另外一种 他那个朱安也是跟他他没有爱情吗 也是家里边呃给他订的 那他也没有跟他离婚 但是他就跟徐广平好了 对吧 这是另外一种选择 那他那个悲剧 当然我其实我从个人的观点 我是非常同情那个朱安的 我觉得他的对朱安的那后来那种 就是活寡妇的那种折磨 其实又另外一种猛酷在里边 就是另说 但是他至少有了徐广平 还有一种个案呢 就是说比如说 我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就我外公他是留法的 留法十年期间 他跟一个法国的女孩就结了婚 而且还生了一个孩子 有一个有一个女儿 结果呢 家里面呢 也是湖北老家 就让他给他订了一个小角的 就是门当户对的 这种家里面订好了的一个女 在家里等着呢 怕他不回来 就说父母病重 然后我外公就赶回来了 其实我估计一半也下意识 我估计也知道 而且他有一种 那个年代有一种工业救国的理想 他两个都加起来 回来以后他再没回去 然后跟我这个小角老太结婚 这就是我外婆 生了六个儿女 但是他们两个婚姻 就很幸福啊 所以我这就是两个很和谐的 你说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性格 我说了半天这里边有很强性格 就说那么季先林当年的选择 以及他和他夫人的生活方式 其实他是没有考虑到 他对继承 比如他的子女的影响 怎么讲 那么比如父辈的婚姻 就季先林和他夫人的婚姻 那么他是一种 先都是冷漠的 分离的 那么这个 那么继承从小感受到的 我们讲他没有教育影响 他被影响到什么 婚姻是冷漠的 父母对子女是冷漠的 那么这个时候会导致什么情况 其实很有可能会出来一种情况 在这种婚姻情况下成长下来的孩子 那么他将来对于婚姻和情感 以及在性方面是会有障碍出来的 你这个是已经很当代的那种心理学 就是说不幸福的婚姻 那个对儿童的影响比离婚造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 可能在那一代人里边 他还没有再想到 就是说儿女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这个你就想当代 当代我见到一个 其实是较为普遍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中年人 我挺从他这事里感触就是这个 好比说一个有夫之妇 还是有夫之妇吧 他有一个情人 他觉得他们相爱 但是你知道往往他最后的选择 很多人还是回归家庭 就是咱们说的责任感 还是什么回归家庭 但是我就从这些中年人的反应里 我痛感一件事 就是说没错你可以负责任 可是你能不能勉强自个亲热 你并不是回归家庭那么简单 你还得爱你的老婆 你这个事 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爱你的老婆 我觉得是这样 两个人是相互为舞台 他老婆如果能够去成就他 他在他老婆身上获得了一种成就新鲜 他一定会爱他老婆 就所谓爱与被爱 其实不是爱与被爱 而是自爱 就说你能不能让我感觉到 我是新鲜的 我是不同的 比如我令他刚 我老婆是不是可以让我感觉到 我是每个年龄是不同的一个人 还是说是一成不变的人 那你这个就有的时候要涉及到 我就明白每天要穿点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时尚性情趣 情趣内衣 然后拿这个胆 咱们吃下广告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扎老师刚才想说 我就说他这个 你要说那就看这个 比如我们现在都说的是一个男的 他对这个包办的婚姻的这个女的不满 对吧 怎么办 那你说的刚才意思 就是看这女的吧 你会不会使得这个男的 使得你爱 那这个有的时候就也比较残酷了 我还举刚才那例子 你看这个鲁迅这件事 这朱安他就是比较 他就比较木 他是想讨鲁迅的环境 但是实在他不知道怎么 我就给他洗衣服吧 这大先生还是不理我 而不是的老婆 我跟你讲 你说他就能管得住 人家德纲不是郭德纲 他倒还有一句名言 一个人永远不会因为另一个人对自己好 而爱对方 一个人永远不会因为过去的爱 而在未来必定一直爱着对方 一个人爱一个人的理由 就是对方可爱 就是爱就是爱的唯一理由 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某些时候 可能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人他不具备调动另外一个人的爱的处理 就像我们讲那个 就像我们讲这个婚内的性一样 大部分的夫妻的婚内性 像文涛所讲 是枯燥的 甚至是没有的 但他可不可以不枯燥 他可以去找情人可以不枯燥 他为什么不可以两口子之间去不枯燥 现在是一个学习的时代 你这观点是完全是正确的 我觉得是 大家都需要学习 就是我们不能鼓励性解放 但是我们要鼓励什么呢 婚内性 一定要解放 婚内性解放 婚内性解放 在婚姻里面两个人之间 去放下包袱 把性看成是美好的 不是肮脏的 可以自由去发挥自由表达的 而不需要装的 你是正确正确 但是他需要一个前提 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 准的水准啊 或者是他的领悟力 一定要在一个大致相当的 对 否则他差太多了以后 他学是学不来的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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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